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让他们学得快 记得牢 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处于领先地位 如何让孩子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中 轻松学习 游刃有余呢 专家告诉我们 给你的大脑为合适的营养 就能够加快反应速度 提高记忆能力 这听起来很让人吃惊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脑的构造 就能了解其中的原因了 我们知道 人的大脑是由数十亿个脑细胞相互连接 神经兴奋主要是依靠在神经细胞间 往来的神经地质 也就是以先胆碱来运送的 脑细胞有了这种地质 感觉和记忆才能形成 神经地质的化学成分是以先胆碱 而磷脂中的磷脂先胆碱 也就是所谓的PC 就是构成以先胆碱的原料 正是这种磷脂能让神经地质 也就是以先胆碱数量增加 神经地质的含量如果过少的话 信息传递就会受影响 学习记忆也会变得弱一些 密密麻麻的神经纤维周围 被一种神经水壳所包裹 水壳像电线的绝缘外膜一样 保护所传递的信息不被遗漏 记忆才会牢固 这层神经水壳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充足的磷脂可以保障水壳的完整 和功能的完善 磷脂正是专家们所说的 胃给大脑的合适的营养 有高级神经营养素的美誉 摄入磷脂对脑力劳动繁重的学生 有积极的作用 加利福尼亚西谷大学的赖德医生 及其同事做了一个试验 给参加试验的人 每人服用了25克磷脂 结果发现 90分钟后 他们的记忆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这是由于 磷脂让他们的大脑活力更强 记得更牢的缘故 人体长时间用脑思考 或处于紧张状态时 大脑会高速运转 磷脂的消耗也会明显增加 磷脂参与大脑中信息信号的传递 是直接影响信号强弱准确的元素之一 如果大脑缺乏磷脂 就会影响记忆力 出现健忘注意力不集中 因此补充磷脂类食品 可以大大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 磷脂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体内 在蛋黄 动物的脑 肝脏 鱼子 以及豆类等食品中含量相对较多 每天一个蛋黄是很有益处的 但是如果摄入太多的蛋黄内脏类食物 也会有脂肪胆固醇过高的隐患 给身体健康带来损害 大豆中的磷脂因其健康的来源 更加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 大豆中磷脂的含量非常低 只有0.5% 其中PC的含量就更低了 一个正常人每天需要的PC 如果仅用大豆来补充 至少需要4斤的大豆 所以每天补充一定量的精致浓缩磷脂是合适的 PC含量的多少 直接关系着健脑的效果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 科学的营养的确可以给疲惫的大脑加分 磷脂就是大脑最为渴求的营养 所以合理营养加上适当的休息 就能让大脑灵活运转 学得快 记得牢 让孩子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实现他们多彩的梦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